大家好,我是YG500周叶宇春 今天是8月5号 今天我们要讲解一个新的虚拟货币 宝贝蛋糕 刚才把对比较简单 一分钟 成功 别贴 暖光 最后一个许多工 这是前天窑的挂 烽火瞎人 二窑洞 宝贝蛋糕 它的价格美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挂箱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个虚拟货币到底怎么样 第一条 现在的币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宝贝蛋糕的虚拟货币 相对来说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当然价格也不稳定 整个币市被机构所组织 这个币种缺少的是一个好的规划 因为规划还处在着一个空创期 需要一个外来的资金来进行拉升价格 更需要持有此币种的币民们 所继续保持你们的信心 重复一遍 就目前这个宝贝蛋糕的情况 状况是 现在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它缺少的是一个好的规划和范围 规划 因为规划还处在着一个空创期 需要有一个外来的资金 进行拉升支持 它是处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需要持有这种币种的币民们 增强信心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很快就会有多头的阻力资金 参与拉动价格 不管是流动资金也好 多头资金也好 已经很大部分都接种在冲锋点上面了 这等时机成熟 拉升价格 它现在是等东风 虽然它目前 它的价格是处在低位 而且不稳定 它缺少的是一个有计划的 有规划的一个 一个好的规划 但是它现在 很多的流动资金 都在冲锋点上面 则等东风 这一个宝贝蛋糕的价格 今后的价格走向 它在等东风 万事俱备 等东风 那么它什么时候能够涨价 它什么时候能够涨价 第一个 何时能涨 何时能上涨 涨多少 这是第一个问题 它什么时候能够涨 涨多少 第二个问题 这个宝贝蛋糕的虚拟货币 这个币走 这个币能否长期持有 这是第二个问题 能否长期持有 这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欢迎大家来付费咨询 付费咨询 如果你想赚钱 如果你想在这个币圈里面 想赚点钱 这边咨询费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建议大家来付费咨询 关于这个宝贝蛋糕的虚拟货币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